哈喽 大家好 我是身高190 前几期我拍过一期兔头的节目 今天居然有一个朋友 从深圳坐飞机过来 让我带他去买兔头 你没有听错 是从深圳坐飞机过来 走 现在跟我去看一下 你好 你好 你是深圳过来的 你是专门过来吃兔头的吗 是啊 我看了你的节目以后 我很感谢 好 感谢 感谢 走 我现在带你过去买 好 好 走 刚下飞机 呃 呃 待多久啊 呃 待个两三天嘛 就 专门过来吃兔头的 没有啊 还有看你有其他节目介绍的吃的 我也想去吃 哦 好的 好的 感谢 感谢 值得去试一下 好多都可以去试一下的 这两家兔头在成都是非常著名的 开了很多年了 嗯 这家叫邓氏 然后前面那家叫梅晋 它专门就是深圳飞过来的 两个KFD都放快 他们每天快递量非常大 快递都是好几百个快递 就是发败地 这是五香兔头和五香兔腿 闻起来真的让人受不了 好想马上吃一个 麻辣兔头和五香兔头 吃完了以后 这个红油腊子的花生碎的汤料 可以用来拌面 拌菜 拌饭 特别好吃 我觉得都还要拿二十个 等我把地址发给你 再撇个视频 只有你这个是真好吃 我唯一撇了三次的视频 没得那家店我撇个三次 只有这家店我是撇了整整三次 两代是怕有些人怕吃点辣的 但是很多人都说肯定回来四川嘛 吃点辣 不吃点辣的就相当于没来过四川一样 一共这个深圳的网友买了二十五个 一共还是可以啊 坐飞机大老远过来买二十五个兔头 现在真空已经打好了 嗯 你坐嘴呗要一个 啊 手都弄了 手都弄了 钱啊 人民币啊 好久没看到过人民币了 来个人民币特写 哇塞 钱 这个料吃了 然后这个料可以拌面 哦 什么 哦 老板说吃了这个料 还可以用来拌面拌菜 挺好的 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打真空 打好以后的麻辣兔头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爽啊 如果你们谁还想吃的话 我也愿意给你们带 因为我是一个负责的UP主 好 今天你也吃了这个兔头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说 不是我想象中那么辣 但是很香 然后它里面有那种 红油我看有那种花生的那种香味 我也吃到了 然后感觉整个回味的话是蛮不错的 好 那你现在是回宾馆还是干嘛 等一下就说 你不是之前有一家那个面馆 哦 面馆 对对对 我号称成都面王 拍的都是面馆 我先逛一下 然后不是之前你给我发了位置吗 对对 因为到这边来嘛 肯定要逛一下吃一下 好的好的 好 那我就不陪你了 我还有一个节目要拍 好的 感谢你看我的视频 给大家说一声再见啊 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身高190的点赞评论关注转发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